早年间 曾有人想出巨资买下木雕楼 都被卢家人一口拒绝 对他们而言 祖宅是先人留下的财产 也是家族精神的传承 厅堂的板壁 天井四周的莲花厅 梁柱和厢房的门窗 箭台都饰满木雕 从三国演绎到神话传说 从历史故事到文学典故 行刀用凿 工艺精绝 镂空层次达十余层 喜鹊身上根根可数的羽毛 黄豆大小的人物脸上的笑容 都唯妙唯笑 活灵火现 木雕楼中的《白子闹元宵》 共有十二幅作品 一百个人物 雕刻传神 繁复精巧 每一幅都是百年民间风情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灰州木雕传承人汪德宏 用五年时间复原了《白子闹元宵》 从小受木雕文化耳濡目染 汪德宏十六岁拿起磕刀 开启雕刻人生 事实上 他与木雕楼的缘分 早在孩童时代就开始了 小时候我是在红村长大的一个孩子 从读小学和初中 我们经常会到古民居里面去玩耍 跟到同学到庐村 到木雕楼里面去看 精美的木雕都挡在后面 那么我们就趴在那个上面 把家居翻开 近距离地就看到了我们这些精美的木雕 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 深深地打下了这个烙印 把这一片的长宽高的深度 雕刻深度测量一下 我先量一下 腰板的这个形式 它这种深浮雕的这个技法 还有雕刻这种人物 花鸟 还有这种吉祥的度 在我们人可以平时到的地方 它雕得特别的精美 下面的这些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浅浮雕 它有个什么好处呢 人不容易把它碰掉 它也不会断 百年前的这些精绝木雕 对今天的木雕匠人来说 是绝佳的研究材料 对木雕楼的每一幅作品 汪德宏都烂熟于心 白子烙元宵的这么一组图 点着鞭炮的 这个人物呢 他五个耳朵 他怕这个鞭炮炸响 这个很生动的 五凤凰灯呢 它肚子里面的发光的东西 是这个蜡烛 所以说这精妙之处 最经典的五凤凰 这个传统的喜庆的 这么一个表演 是在庐村 唯一的东西习惯 至山凤武 是庐村独有的非裔民俗 在两百年后的今天 木雕刻画的传统民俗 依然活跃在当地 连同那些民间传说 戏文典故 成为国泰的 非裔文化传承